在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一次函数应用 判断营业额是否达标 在结果这边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我要判断个人营业额 小于五十万则在低栏标注不达标 否则标注达标 就像你现在看到这样子 低于五十万的都是不达标 五十万以上的都是达标 然后文字的也是什么 不达标 不达标因为他没有嘛 或者产假或者离职 那我们来范例这个工作来说 我们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判断等号 吸二储存格是否大于五十万 他会跟你讲false false干嘛代表不是 我们点亮一下 然后你就要看到 全部下面除了第一 C2C3是false以外其他都是什么 处都是达标的 处那问题点来到这是文字 产假 离职怎么可能达标 他没有营业额啊 这原因就在于干嘛 他文字大于数字 所以他会认为你干嘛 他达标了 注意到文字是大于数字的 所以呢这三年要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来做第二件事情 什么事情 用N函数去把它干嘛 刮不起来 刮不起来以后 再Enter 有没有 把公式往下copy 你就会看到干嘛 这时候因为M去判断 它是不是数字 不是的话 他就把它当成0 0有没有大于五十万 没有啊 所以他就会变成干嘛 false 变成false 然后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才可以干嘛 用乙辅函数来做 乙辅刮糊 他如果是大于五十万 那我就是什么 达标 所以来注意到 达标前后要加双括号 否则的话就是不达标 不达标的前后也要加双括号 然后又括号 这样子 第一个是判断是 判断他干嘛 是否大于五十万 是的话就达标 不是的话就不达标 那注意到我们是干嘛 小于 所以你这边还有一个等于 要加一个等于 大于等于五十万 都是属于达标的 小于五十万的财不达标 Enter Enter以后我们点两下 就看到干嘛 大于五十万的都是达标了 有没有 然后来这些产价啦 没有记录的 离职的啦 全部都干嘛 不达标 因为它是文字 没有任何的营业额 所以不达标 这样就完成我们所要的一个什么结果 好 好